那该说到强身湿挂工序了 首先开工之前的准备工作和强身干挂工序一样 之后工友要按照施工图纸在仰角安装第一块石材 再按水平墨线把石材底部的水平调校好 接着用钳子把铜线扭成S形状 然后把它插入石材底孔之内 那就可以把石材放上去 用三角形木块把它定位 然后按照强身的垂直墨线 量好石材旁边的位置 再用水平尺来调校直到平直为止 下一步呢 工友要在强身钻孔 用钳子把铜线的一边扭成90度 插入强身的孔内 再把另一边也扭成90度 形成一个S形的钩子 之后可以把S形钩的一边先插入强孔 然后再把另一边插入石材孔来稳固石材 再用锤子把它打紧 之后还要用大理石胶 把墙心和石材孔都封好来增强稳固性 接着工友就可以安装第二块了 工序和安装第一块大致相同 不过记住两块之间 一定要用夹子来定位 这时还要把石材与石材之间的指定空隙 都塞好了才行 当底行安装妥当之后 工友就要进行灌浆工序来稳固石材 先用生沙把底部封盖来防止灌浆漏出来 然后再把墙身浇湿 工友要把一份水泥和两份沙均匀地搅拌 再把石材和墙身之间的空隙位灌满 最后还要用水瓶齿 再检查一次石材有没有移位 那才可以 当检查完成之后 就可以把木块和水瓶架一起拆掉 然后用布把石材擦干净 第二天干了之后 就可以安装第二行了 不过记住 每一行都一定要先把水瓶架安装好 和拉好定位线 还要一行一行的灌浆 至于安装花线的工序 就和石材一样了 在安装高位石材时 当然要先把安全的工作台做好 才能够安装 做完了墙身湿挂工序以后 工友要把墙角的生纱清理掉 而墙身羊角要做好保护木板 等灌浆干透以后 工友可以用工程师审批的色粉 把石材空隙抹平 再用干布把石材抹干净 至于花线的羊角扫口呢 就要用大理石胶加色粉搅拌 再把明角抹平就行 等它干了以后 再用电动手磨机修平滑 再用抛光机加一打磨